对于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516会谈 我认为这是赵紫阳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做正确的事 错误的时间 指的是1989年5月中旬 北京形势因为胡耀邦去世 426社论出台 学生开始绝食和戈尔巴乔夫访华 而迅速复杂起来 如果不是这些复杂因素相互交绩 导致形势異常动荡異常空险 邓小平应该会很高兴 让天下人都知道 恢复中枢关系是他的功劳 至少是他在背后下了指道棋 但是那时的现实是 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会谈几尺之外 就是密密麻麻的示威学生 赵紫阳却超过中共高层的秘密 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请小平掌舵 这样是显得多不合时宜呢 错误的地点指的是 邓郭尔人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会谈 大会堂外的学生不肯撤出广场 迫使原计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 不得不改在首都机场举行 这句让十分看重今次会谈 对学运历来恐惧的邓小平十分怒火 而赵紫阳偏偏在人民大会堂 和过士会面的时候 将邓小平推出台面 说他是最高决策者 这句让邓小平火上加油 也让一些身处天安门广场中心的学者 和学生以为 赵紫阳在吹响倒楼的集结号 摊牌论因此而产生 至于正确的事 就是指赵紫阳说了大实话 中共十三大关于小平同志地位不变的决定 已经实施了一年半 赵紫阳已经通报了N个爱国领袖 而邓小平会见过士的时候 的确将自己看成了中共的第一把手 所以他对戈尔巴乔夫说 我们现在就宣布中苏关系正常化了 戈士却是一念懵懂 赵紫阳于是在下午会见戈士的时候 解释了一番 这些说话在党内无新疑 但是邓小平却勃然大怒 认为在这么糟糕的情况下 将他推上前台 不就是将他放在火上面敲? 但是赵紫阳的大实话有没有错呢? 是没有的 只是说实话的时间和地点可能大错突错 或者至少好像许家团所说 是失策、不聪明 或者过于刻意、执着、法力过重 结果事与愿违 让成不可挽回的事故 这样赵紫阳是不是怕邓小平呢? 依我之见 赵邓二人关系实际上是一种 远远复杂于怕的 展不断理环乱的关系 而这个正是赵紫阳最大的缘纳 赵紫阳念念不忘邓小平对他的知遇之恩 在艰难的改革探索中 邓小平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他的成功离不开邓小平 后来的失败也离不开邓小平 正好是奴月光所说 没有邓小平的支持 绝无赵紫阳北京十年总理 总书记的改革工业 邓小平是赵紫阳的阳光 也是他的阴影 他享受阳光却摆脱不到阴影 关于放弃责任一说 奴月光的判断是有道理 即是说赵紫阳没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否则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赵紫阳屡次跟邓小平和李鹏说 他愿意承担426社论的责任 但都被邓小平和李鹏拒绝 赵邓的复杂关系 还反映在大程的书中第64页举的 一个十分吊诡的例子 关于赵紫阳为何非去朝鲜不可 带程问爆童 爆童说 邓小平要赵紫阳去 非去不可 赵紫阳还去问邓小平 现在国内情况有这么多东西要处理 我能不能够不去 是不是可以不去呢 邓小平说 为什么不去 他还说 你去 去了之后 回来你做军委主席 我军委主席都不做了 给你做 原来邓小平非要赵紫阳去朝鲜 爆童还说 对此 赵紫阳生前没有说过 身后都没有说过 是其他人对爆童说的 后来又有三个证人证明了这一点 那是不是可以说赵紫阳被邓小平忽悠了 可以肯定的是 在高层博弈中 赵紫阳绝对不是邓小平的对手 他斗不过邓小平 圆败于邓小平 这个似乎是不争的事实 最后我必须说 我非常欣赵奴月光写的赵紫阳转的不为专者为 赵紫阳肯定不是原人 当我们讨论赵紫阳做过的错试和说过的错话 在这里就是那个不合时宜的516讲话的时候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他对八九民运做出的巨大贡献 我们不能够忘记赵紫阳从朝鲜回来 始终如一感支持 学生运动不是动乱 是爱国民主运动 我们也不能够忘记 赵紫阳是如何涉而不舍地 要求邓小平改变他定价426社论的基调 我们不能够忘记 赵紫阳始终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 解决同学生的冲突 他反对戒严 反对镇压 就算下台都在所不惜 当邓小平三次要他认错 他三次拒绝 宁愿在孤独中将软禁坐穿 我想赵紫阳那时已经摆脱了自己的怨纳 至于有人说赵紫阳应该为六四屠杀负责 这个就好像说学生应该为屠杀负责一样 是不着边际 不合逻辑 为六四屠杀负责的应该是邓小平 而赵紫阳的错事错话 和不合适宜的516讲话 远远不能够掩盖他的人性光辉 和却注公分 以上是未普加评论 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 我是胡瑞南 鼓风 鼓风 鼓高 鼓 ba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